今天讲第六讲 北宋前期词 下 这一讲主要是讲两个人 一个是燕淑 一个是欧阳修 这两个人在北宋的词坛影响很大 并称燕欧 我们先讲燕淑 燕淑是江西辅舟人 也就是现在的江西辅舟 他是一个神童 古代的神童都要地方确认 地方官府确认之后 然后向朝廷推荐 朝廷推荐之后 再让他参加考试 当时燕淑只有十五岁 他还不能和别的 其他的这些人一块参加考试 所以就赐晋士出身 唐代的晋士和宋代的晋士 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晋士 一种是同晋士 一种是赤同晋士 晋士就是正儿八经的考上的 同晋士就是相当于晋士 赤晋士就是赤他相当于晋士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大学毕业 这是正儿八经的考上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有些人经常说的 相当于大学毕业 燕淑这个人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为人诚实 据说当时在皇帝那里 皇帝出一个题目给他做 说我出个题目给你做 你做得好 就赐你尽士 他看到那个题目之后 他说陛下 这个题目 曾在家里已经做过了 希望陛下再出一个题目 所以我们说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它的层次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中学 在做些什么 都是在拆题 一些所谓的高级教师 特级教师 一天到晚就在琢磨 考试会出什么题 然后就用这些题目 在练习学生 如果考试的时候 刚好碰上这一类的题 那就说明这个老师高明 那学生就感到很荣幸 很幸运 绝对不会有一个学生说 报告 这个题目 我在学校里已经做过了 没有 如果有人这样做 我估计大家都会说 他是傻瓜 而彦书不是这样 他说他做过了 要皇帝再给一个题目他做 他要不说 人家怎么知道 所以在这给这个皇帝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觉得这个人诚实 后来在另外一个题目他做得很好 他做得很好 那就赤同进士出身 好 那个时候他才十五岁 他还不能做官 还不能处理具体的事物 那皇帝就安排他好好读书 其他的大臣 很多大臣 到了晚上都去享乐 听歌 观舞 饮酒 那彦书呢 就在家里读书 所以有一次皇帝在文武大臣的会议上 又表扬他 说你们这些人呢 都在那里歌舞享乐 只有艳书 在家里读书 那艳书说 报告陛下 臣是因为没有钱 如果臣有钱 臣也会去享乐 大家都笑了 这皇帝说是啊 这个人臣实啊 确实是这样啊 那么呢 这个皇帝就开始加义地培养他 这个皇帝就是宋真宗 他要培养什么呢 宋真宗要为自己的儿子培养一个宰相 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做到宰相 你看 三十岁的时候做汉林学士 三十岁就开始成熟了 可以做皇帝的秘书了 汉林学士就是为皇帝起草文书的官嘛 皇帝的秘书 三十五岁做苏秘父使 这个苏秘父使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 四十二岁做参资政事 相当于现在国务院副总理 五十岁做苏秘使 相当于国防部长 五十二岁拜中苏门下屏障事 就是宰相 六十五岁去世 他的经历大致如此 他经历了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 长达五十年 这五十年正是北宋王朝天下太平 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 尤其是宋仁宗 宋仁宗经历了四十二年太平 这四十二年之间是没有战争的 所以我们说北宋的经济文化 得到长足的发展 就是在宋仁宗朝 许多著名的文学家 也是出现在这个朝代 那么燕淑呢 他的一生 虽然有过三次被贬的经历 一次呢是霸苏密复始 一次是霸参知证始 一次是霸相 有个三次的贬折 但是时间都不长 时间都不长 加起来还不到十一年 不到十七年 而他所贬的地方呢 都不是遥远的岭南啊 或者两湖啊 不是这些地方 都是离王岌不远 都是在现在的安徽 荷兰 陕西境内 除了这十七年时间 其他的时间都是 一路攀升 平步青云 所以这个人做了 一辈子的太平观 我认为这个人 就是一个富贵贤人 富贵贤人啊 我们知道一个富贵贤人 真是很不容易的 《红楼梦》里面有一个人 就是一个富贵贤人 大家说是谁啊 贾宝玉嘛 有一次贾探村 对贾宝玉说 说宝哥哥 你真是一个富贵贤人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讲 富贵者是难得清闲的 富贵者他要奔波啊 他要奔走啊 他很难清闲嘛 那么清闲者呢 很难富贵 大凡这个很清闲 很悠闲的人 一般都不是富贵之人 所以说这二者是难以坚而得知的 但是 宴书做到了 《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也做到了 富贵贤人 大家想想看看 现在一些人在那里奔波老路 不就是为了求富贵吗 如果你不求富贵 你用得着那样奔波老路吗 反过来讲 那些不求富贵的人 那些很清闲的人 他就不富贵 所以这二者很难坚而得知 很难 但是宴书坚而得知 所以我说 他是一个富贵贤人 那么这个富贵贤人 他在围观之余 做些什么呢 主要三件事 第一 写诗作文 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是 宴书的词 宴书的诗很少看到 据记载宴书的诗 远远多过他的诗 第二 那是编类书 就是编工具术 宴书在家里 不知道编了多少工具术 都是一把剪刀 一把浆糊 在那里剪啊 贴啊 编啊 分类啊 编工具术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饮酒 听歌 填词 据记载宴书 几乎无日不燕饮 啊 几乎无日不燕饮 当时有个很有名的人叫 叶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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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 他说 据他所知 宴书几乎 无日不燕饮 这有一天呢 这个 也是要燕饮了 把客人都已经约好了 因为那天晚上据说有很好的月亮 十五的晚上嘛 有很好的月亮 当然要把朋友们要约来 要聚会啊 随着到了晚上 大约现在 相当于现在九点钟 十点钟左右的时候 天上出现一片乌云 把月亮都遮住了 大家就扫兴了 说算了吧 今天晚上的宴会取消吧 就没有月光了 还举行什么宴会啊 那燕书啊 这心情很 很不开心的 就去睡觉了 刚刚睡一会 家里的仆人告诉他 说月亮出来了 宴会说 那个燕书 马上就通知客人 马上举行宴会 是这样子的 当然他的宴会呢 他不是很奢华的 宴书的宴会 不是那种大鱼大肉 一般都是吃点蔬菜 水果 然后就是喝酒 不像我们现在一线 搞的宴会啊 山珍海味啊 大鱼大肉啊 不是这样 好像只有一个 在宴书的宴会上啊 只有一个肉 然后呢就是收菜 就是水果 而且他不是像我们这样的 十个人八个人 坐在一个桌子上 吃那种口水宴 它是很卫生的 分十字 每个人面前一个茶几 茶几上面摆着一壶酒 摆着酒杯 摆着一叠收菜 一碟荤菜 然后两碟水果 就这样 很卫生 是吧 不是像我们现在 所以我看见我们现在 一些人搞的宴会啊 我就感觉到很熟 你看这些人 虽然天天都宴会 但是人家是素食啊 对不对 人家是健康饮食 人家吃的是绿色食品 而且呢他宴会完了 宴会的时候 他就要听歌 在宴会的时候 他家里有很多歌女嘛 那歌女就要出来要唱歌 要跳舞 要表演 等歌女们唱歌 跳舞 表演完毕之后 宴叔就说 好 汝被献疫已毕 无被献疫 就是你们的 你们的艺术已经表达完了 你们下去吧 现在我们表达 那就是在座的每个人都要写诗填词 你不写诗填词 你怎么能参加他里的宴会呢 所以那种宴会叫吻酒之会 它是要写诗写词的 你不写作 你就没有资格参加他里的宴会 所以我们说那些人都活得很雅致 很浪漫 很雅致 不像我们现在这些人 一天大碗就是大鱼大肉 山珍海味 就是吃 吃完了之后就算了 再讲一些很粗鲁的话 这没有文化 这是很惊心动魄的 这个艳书啊 它的词叫朱玉词 全诵词 收它的词有140首 我们现在看它的作品 《换其杀》 大家把它读一遍 开始 你看这个作品 我们看它第一句 一曲新词酒一杯 就这一句 就概括了它的日常生活 那就是听歌 饮酒嘛 就手里握着酒杯 一边饮酒 一边听歌 就这一句 概括了它的日常生活 所以说这是一种富贵贤人的生活 但是富贵贤人它有没有忧愁呢 它也有的 富贵贤人的忧愁 不是因为不能富贵而忧愁 而是因为富贵不能长久 富贵不能长久 人类的忧愁不就是两种吗 一种是 为求富贵 而不能富贵 所以忧愁 一种是 已有富贵 而富贵 不能长久 所以要忧愁 为什么富贵不能长久呢 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生命是短暂的 他不可能拥有多富贵 所以我们看到古代那么多的帝王 为什么要扶持仙丹 要求长生 就是追求富贵能长久 那燕苏他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品 所流露的是什么呢 流露的就是对于时间 对于生命的一种淡淡的忧伤 他说去年天气就停台 夕阳西下几十回 就是天气还是去年的天气 停台还是过去的停台 而现在夕阳西下 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当太阳第二天升起的时候 又表明你的时间又已经过去了一天了 你的年纪又老了 一岁了 下面你看商春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 花凋谢了 他没有办法留住 没有办法花不凋谢 所以叫无可奈何 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所以说这燕子又归来了 又到了春天了 好像是去年来过来的 所以这都是写一种似水流年之感 那么面临这样一种 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时间之间的矛盾 它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内心里当然是很惆怅的 但是在语言的风格上面 就显得比较含蓄和典雅 所以最后他一句呢 写他的行为 小缘相近独徘徊 一个人在后花园里 在这个相近上面独自的徘徊 所以这种情绪就不激烈 是吧 像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要认真地揣摩 不能匆匆地看过去 如果匆匆地看过去 他觉得他没有写什么 甚至觉得他很平淡 我们要认真一点 就知道他这里流露的是一种生命意识 燕淑这个人呢 他的诗啊被称为 词多矿达 显雅有情诗 这就是富贵贤人的表现 他自己最得意的是什么 就是言富贵而不露富贵香 说的是富贵这件事情 但是呢不露出富贵香 一露出富贵香 那就熟了 所以他说 于美银勇富贵 不言金欲锦秀 而为说其气象 讲富贵 不要说金欲锦秀 只说气象 这就叫弦雅 叫雅致 不像有些人呢 写的作品 一下子就露出一个爆发负的样子 人们形容现在的爆发负有三个标准 一个是这个强心 做的房子是新的 一个是家里挂的花 那花都是新的 还有一个 等会想起来再说 所以你看 他在里面讲 他说他 不言金欲锦秀 而为说其气象 所以他说 楼台侧畔 阳花过 莲目中间 燕子飞 梨花月落 荣荣月 柳絮池塘 淡淡风 他还说 穷儿家有这种 景字也无 这就是言富贵 而不露富贵象 这就是富贵贤人的诗 燕树的词 也有富贵贤人的词 也是 所欲这种类型 但是词中的富贵贤人 和诗中的富贵贤人 还有所不一样 燕树的诗 虽然现在保留下来的不多 但是就我所看到的 我认为 几乎没有一首 值得我们称道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些诗里面 没有优生优势 而词里面呢 有优生优势 所以我们说好的文学 贵在优生优势 优生就是说 优势自己个体的生命的短暂 流露出生命的意思 这是优生 优势就是说 你要有同情心 要关心普通人 关心大众 关心人民的疾苦 这就是优势 这就是优势 而验书的诗当中 是既不优势 也不优生 所以我说几乎没有一首好诗 但是呢 词中的验书就不是这样子了 词中的这个富贵贤人 虽不优势 但是偶尔优生 你看 一曲新词酒一杯 就是写一个富贵贤人的 吃酒风流 表面上看是写吃酒风流 实际上就是优生 因为人寿有限 自然无情 这种风流的吃酒生活 如何才能长久呢 所以说这种富贵贤人呢 有时候他也有一种 似水流连之感 有一种人生忽如济 瘦如金石固的焦虑 这就是他的优胜意识 他的优胜 不涉及到政治上的困顿 因为我刚才讲了 这个人一辈子 基本上是顺风顺水 贫布轻云 所以 都是不涉及到 政治上的困顿 也不涉及到 人事上的纷扰 因为他一直都处于上位 更不关系到 日常生活当中的饥寒 他不存在这些问题 他只是涉及到 人的健康和受 就在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